這裏的原子醬不是普通淘寶30元貨式 另外亦都照舊會有入口即用的拖羅 非常鮮甜的日本海膽 和大塊過多士的鵝肝 而且商場有免費泊車 一個人過來都有免費泊車 非常之方便 那我們不說那麼多 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Ivan 歡迎回到另外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到旺角是準備食電帶起屋的放題 其實之前我已經試過自費三次 放鎮這間餐廳 其中兩次我們就放了上youtube 我發現這類型的題材影片都頗受youtube觀眾歡迎 其中有一條影片甚至有接近16萬的觀看數 對於一個當時只有幾千訂閱的頻道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突出的成績 所以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因為這些影片要有人看 才會有迴響 才會由餐廳繼續找我拍攝 可能會有觀眾問 既然已經拍了幾次 那今天為何還要過來拍第三次呢 那這次呢其實我是受邀請過來發燒 而且聽說餐廳最近轉了新的菜單 除了本身已經有的一些 拖羅、海膽、鵝肝之外呢 也加入了一些比較經貴的食材 譬如是魚子醬的 我知道可能會有觀眾說 旺角銅區不是有另一間房間 也有魚子醬 我知道你們說哪間 有四種價錢 要最貴的那一隻餐 加上一要六百多元 那一隻才能吃到 拖羅、海膽、鵝肝那一間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 你在旺角電大起屋 下午過來吃 只是掛一價錢 非常透明 三百三十八元加一 你就可以吃到 拖羅、海膽、鵝肝和魚子醬 而且它的魚子醬 不是別人那些 淘寶三十元貨式的魚子醬 那講講一下 其實我們就已經走到 餐廳門口 旺角電大起屋門口 那現在是12點前 在等著入場 你看到也有幾多人在排隊 等入場的 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儘管進去看看 自在區的食物先 那其實跟之前是大同小異 不過我發現了有些新款特別的食物 就是三文魚子 那現在有三文魚子 還有有 奶尿蝦 熱婚就會有點心 誰放空的龍 也有幾款點心 另外會有小龍蝦 一些辣酒煮花佬 燒雞 還有一些炸物 也有一些燉湯 還有糖水 最厲害的是飲品區 有一些酒精類飲品 有加士泊 皮力 Asaki 等等 其他飲品就跟上次差不多大同小異 有一個都是新的 之前好像沒有的 這個瓶仔奶茶 港式奶茶 另外有各式的甜品 乳酪 可惜就沒有原味乳酪 重點來 就是Harkandise 和Moofing Pig的雪糕 這些全部都是飲食的 外面有一杯子 都在說差不多20元杯 都是一些回款之選 好 我們已經坐下了 當然首先就要試一試 現在的新菜式 魚子醬 牌子是Loft Gold 是西伯利亞 俄羅斯那邊的沉魚子 當然始終是放台店 不會用很高年份的沉魚 我查看過應該這個顏色 官網其實是七年的沉原子 都不錯 因為始終官網也要賣200多元一瓶 大家不用擔心 看到旁邊這些瓷巾 這麼像金屬根 如果大家對魚子醬有少許認識 就知道魚子醬是不可以用金屬瓷巾吃的 這個只是看起來像金屬瓷巾 其實是膠筋 可以用膠筋或木筋去吃 最傳統的食法 其實有兩種 第一種 我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把魚子醬汁塗出來 然後就放在手背上 放在手背的虎口上 大約15-20秒 讓你的體溫 暖化了魚子醬 就可以一口吃到 不用擔心我已經燒錄到一隻手 這個魚子醬汁 我覺得這個魚子醬是蠻好的 其實說起魚子醬 我之前正式吃過一次 是一個芬蘭牌子的魚子醬 也是芬蘭最貴的牌子 有一次是某一個藝術商場 聖誕市集過聖誕節賣 減價 都要590元有4瓶的 那個牌子的魚子醬當然是非常好吃的 其實我本身不是特別喜歡吃魚子醬 因為我不是太喜歡鹹香香的味道 至於今天這一款 Loft Gold 這個牌子 剛才我們都試過的 我也很驚訝 是比我想像中好吃的 它是有鹹香香的味道 不算太鹹 不會很重口味 而且吃到後面會有回甘的味道 這一點是做得不錯 不要說放題一點 這個質素的魚子醬在外面的餐廳吃到的話 我都會覺得是非常之一流的 第二種吃法或者傳統一點的吃法 其實就是加一些 原味的乳酪 所以你看到我剛才在看自在區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原味的乳酪 是沒有的 在這裏只有菠蘿和藍莓 那就不太適合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在家裏吃 可以加一些原味的乳酪 加一些原味的餅乾一起吃 之後我們就試一下我非常之喜歡吃的海膽 以我所知它是日本海膽 之前剛開幕的時候我們吃過 12月來過 很喜歡去的日本海膽 非常鮮甜 現在看起來 都算很分明 我自己都來過吃幾次 另外也有一些朋友 同事有過來試過 以我所知海膽 剛開幕的時候 是非常之出色 中間是有段時間 可能不太當作的關係 就會有少許飄乎 但今天看來這一款是OK的 我覺得它這個 海膽關南非常之出色 它是日本海膽 吃下去是非常鮮甜的 是沒有任何穩定劑的味道 化學味道的 今時今日 不要說放題是怎樣 你說一些 日式壽司店 或者高級日式超市裡面 外面吃的海膽 很多都會有穩定性的味道 這個竟然是沒有的 我覺得是挺好的 剛才已經點了刺身 基本上有的刺身 我都點了一次 我立即 第一眼就看到 這個拖羅好像今天 不是太肥美 所以立即再點多一點 試一下 看到 之後送來的 這一款就肥美一點 有個好處 是一個放題店 你可以任何吃 第一轉 不適合心思 再點 這裏的刺身 給我印象 一直都是不錯 挺新鮮的 我印象中 覺得最好吃的 會是赤貝 希望今天一樣 保持到少許 先看看赤貝 赤貝 跟我印象中 一樣是 那麼彈牙 那麼鮮味的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赤貝 再試一下其他刺身 例如這一款 看起來好像 瘦一點的 金瘡魚腩 即是俗稱 拖羅 即使有一款 看起來 好像 沒有那麼英俊的 拖羅 我覺得吃下去其實都OK的 吃下去也有魚味的 不過就沒有入口即溶的口感 不要緊 我們儘管試一下旁邊 看起來 再肥一點的 這個 如果看看我的觀眾 就知道 即使是邀請拍攝 我都會真實吃平的 所以剛才 切不開刺身的那一幕 沒有斬開那一幕 我都拍過給大家看 果然是這裏 這一批 比較肥美一點 不要緊 如果大家喊到 沒那麼肥美的拖羅 儘管再喊 三文魚刺身 非常口舌 三文魚刺身 非常鮮甜 我覺得挺好的 油甘魚也切得挺大塊 份量十足 油甘魚 挺鮮甜 沒有任何香味 我覺得挺好的 然後帶子 也算大粒 想不到北海道帶子 也挺大粒 痛打牙 好 拆了蟹殼 我們試一下 蟹鹹 這裏的長腳蟹 蟹鹹 蟹鹹 味道就普通一點 我自己覺得刺身 它這個淡味了一點 肉質不算淡 除了QR曲可以點的刺身之外 外面也會有一些凍海鮮 剛才也拍過 有凍蝦 還有 也有 辣尿蝦 由於時間關係 我已經拆了辣尿蝦 我們馬上試一下味道 辣尿蝦的味道 肉質也算鮮甜 和淡辣 我覺得OK 除了是剝殼的部分比較難搞之外 這一款是其中一款的創意壽司 叫做海膽蝦松露拖羅帶子 很明顯 你們會看到有海膽 也會看到有蝦松露的 一口吃下去 非常奢侈的感覺 蝦松露味是出的 吃到蝦松露味 也吃到一點點海膽味 我覺得OK的 不過呢 我自己就喜歡分開吃 將它的食材分開 我喜歡吃海膽軍藍 我點了一堆熱昏 這些全部都是新的食物 包括非常吸引 鮑魚 鮑魚鮑汁 花菇飯 一口鮑魚 旁邊這一款 就有 海芯 其實另外還有一點點刺 它是一個海芯的刺根 之後就是金湯的 花膠也很大塊 最後這個就是瑤柱梅節瓜 我自己都覺得很驚訝 想不到今時今日的放題點 竟然包心刺土都可以吃齊 看到這隻鮑魚 其實也有差不多的尺寸 不會說罐頭鮑魚最小的一種 我覺得它的鮑魚OK的 也有咬口 不會說好硬咬不下 又不會說梅的 好軟那一種 味道也正常 另外就試飯了 因為始終是 鮑魚拌飯 但是說真的來吃放題 就不建議大家吃那麼多飯 所以我覺得喊一下試一下就可以了 之後就試一下這個海芯 還有刺 我們看到海芯 份量也不算是最小的尺寸 如果大家擔心也可以加一點點醋 旁邊其實是可以加醋的 味道也很像樣的 不過就像不太多了 我們之後就試一試海芯 我覺得它的海芯 就煮得不夠軟 所以吃下去 就稍微補充了一點點 這一件的花膠 真的非常之大件 我的筷子差點不夠力 就是用來吃鴨皮 花膠因為它太大塊了 時間差一點點 不夠軟 調味就OK的 最後就試我的節瓜 我其實也想像到 因為跟剛才那個刺應該是同一個汁 我覺得節瓜不錯 煮得很軟 而且很入味 這一款是村味珍寶燒蠔 以我所知是用新鮮蠔製 馬上看看 先看看 我覺得它的味道是頗香口的 可惜就是它的 渣酸和辣味辣椒稍微重了一點點 蓋過了蠔的鮮味 但是這一款蠔我是喜歡吃的 它不是很重蠔鮮味的蠔 當然如果是很喜歡吃 好像港島蠔那種蠔的觀眾 可能就未必喜歡吃 好 那我們的乳鴿王也來到 我印象中這裏的乳鴿其實一直都不錯 我們看到現在這裏 它這裏一客是只有四分一隻 我只要四客 才加上有一隻乳鴿 尤其是它後面 比位的位置是比較 零面 剛剛試過它的乳鴿也是新鮮熱辣的 拆開你會看到裏面是很多肉汁油缸的 我覺得這裏的乳鴿真的不錯 好 現在大家看到這款是鹽燒草蝦 也是新的菜單 聽說是泰國空運過來的草蝦 你看到這個尺寸也算大隻 嗯 我覺得它的草蝦 很彈簍 肉質是紮實非常彈簍 比起普通的放題店吃的 鐵板燒的蝦 我覺得是彈簍得多 好 那我們叫的 電銅級鵝肝多士都來了 這裏的鵝肝我印象中都是非常大塊 鵝肝比多士的 外面很少的放題店 甚至是餐廳都未必有這樣的水準 我現在就準備試一下 Loft Go去官網推薦的一種食法 就是試一下把魚子醬加進去鵝肝面頭 加了一些魚子醬在鵝肝面頭 我發覺將魚子醬加進去鵝肝後 本身魚子醬的鹹味就被人中和了 我覺得現在加在一起 其實味道會更加合 這個隱藏吃法我覺得不錯的 頗特別 果然官方介紹是沒有介紹錯的 在外面的凍海鮮 除了剛才拍的那些奶尿蝦 除了一些青口之外 其實也會有三文魚子 它的三文魚子看起來是非常板滿大粒 吃下去非常鮮甜 我覺得拍得住人家自助餐級 吃到的三文魚子 食物就吃到七八八是時候開始吃甜品了 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黑暗大雪糕、move and mix 雪糕之外 亦有multop的海鹽雪糕 還有韓國牌子的麥花雪糕、榴槤雪糕 還有日本的牛奶雪糕 我記得之前吃過牛奶味也挺重的 這一款就是極上 椰王燉燕窩 我自己就覺得挺好吃的 之前幫助我幾次都很喜歡吃這款甜品 你看到這些面頭的就是燕窩 另外下面就是燉椰王、燉蛋 下面的蛋白都入味 吃到椰香味 我覺得挺好的 我自己非常推薦這款甜品 如果有觀眾想過來吃飯 記得除了黑暗大雪糕之外 一定要試這一款的甜品 我們今天已經吃完旺角電帶起屋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今天的食物如何 我自己就挺滿足的 今天我自己私心推薦 我會覺得是 魚子醬 魚子醬真的挺划算 魚子醬計算是要200多元罐 多吃幾罐就回本了 而且品質是不錯的 除了魚子醬之外 平時吃的那些拖羅 海膽、鵝肝 今天都保持到水準 我覺得也是挺值得吃的 說真的那句 以300多元 這個價錢吃到三個小時的放題 以我所知 它真的算是數一數二的便宜 在香港 不要說同區 其他區域都很難 用這個價錢 吃到 由 拖羅 海膽 鵝肝 魚子醬的放題 不過我也坦白說 我覺得 它的熱分 水準 比較偏忽 沒有它的刺身那麼穩定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過來試的話 我會推薦是下午過來吃 因為價錢是最便宜 而且吃的時間是最長的 在這裏吃東西是有泊車的優惠的 跟回商場 即是跟隔壁 Moco的商場的優惠 以我所知 應該是食肆消費 300元 簡單說你一個人過來吃 已經有免費泊車的優惠 可以泊四個小時 如果你是一家大小過來 就非常之方便 有得開車泊車 有腦有亂 都可以輕鬆過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集的食物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多看這一類型的飲食影片 就記得follow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